譬如說它是有帳號密碼的 它才可以進入到裡面做這件事情 也就是它是這一個網站的會員 才可以去做這件事情 那我要怎麼樣去設計一個所謂登入登出有沒有 登入登出 它帳號密碼是正確 才可以看到這個網頁 如果它的密碼 它的帳號密碼不正確 就看不到這個網頁 所以這裡的話呢 我們可以參考一下這邊 在下面 section 物件 其實在可以參考一下 7-31頁 使用者名稱跟密碼的部分 7-31頁 就是發力7-5-2 那這邊有一個在前面一點 就有一個叫 section 物件 section 7-27頁 這邊也叫 section 物件 那這個物件呢 可以說非常的重要 在我們很多時候都利用這個 這個 section 物件然後做溝通 也就是這個 section 物件有點像是 網頁跟網頁之間的 一個 傳遞訊息的一個管道 有點像是通行證 如果你有說這個通行證 你才有辦法跨到這個頁 如果沒有這個通行證 你就沒辦法跨了 所以說很多網頁 為什麼它一登出 就沒辦法再繼續進到這邊去 除非它再登入 也就是登入的動作呢 就在 section 裡面 已經產生有資料 那如果它登出 就把 section 裡面的資料清掉 那這個 section 喔 有點像是放在主機上 主機記憶體裡面的一個空間 某個地方 那到時候如果抓到這個訊息 才有表示說 你已經是進到登入的畫面 那這部分該怎麼做 首先喔 我們再來設計一個 我看直接乾脆利用這個範圍結合 來做好了 假設我今天呢 要做一個登入的畫面 直接用這個網頁 那我們在這個地方 再加一個什麼呢 新增檔案好了 那這個新增檔案呢 如果我加入一個是 CH5-2好了 這個網頁 我們叫 CH5-2好了 CH7-5-2 這個網頁呢 就根據這個 7-3-11頁來做 然後按加入 加入之後呢 那我們再按設計 切過來之後 那首先也是這樣排版 插入一個表格 那幾檔幾列呢 1、2、3、3列兩檔